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狗主人呢 在台中一名屋主呢 饲养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米克斯犬 还有四只才刚刚出生的小狗狗 不过呢他们因为搬家到新竹去 不过他是狠心的把狗狗给丢下来 连日来在这边有大雨 差一点造成淹水 也让他们差点淹死 动物救援小组的人员 实际来到民众检举的这间空屋 果真发现了一只犬身脏兮兮的狗妈妈 身旁还有两只小狗 身上全都是跳蚤皮肤病 让人看了十分不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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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是半袋了 半袋了 半袋了吗 就是妈妈和四只狗 都在这里没出现 对啊 我叫小组都没人了 我说你也没法做 你这狗狗就等了要来迎你 附近的邻居说 这原本一大四小的狗狗 都有主人在饲养 但是屋主搬家后 却将狗狗丢下 让他们自生自灭 加上前阵子连日来的大雨 屋内外全是淹水 差点就让这几只狗狗丧命 一只欧子四只 我捏一只 像这两只 所以本来是四只就是 然后一下大雨 都有点积水 然后那狗都在水当中 然后弄得湿湿湿的 然后狗还 小狗还在那边干干叫 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公妈妈为了养活柚子 只能到附近的自助餐店 乞讨食物 其中一只小狗已经病死 动物修园小组的人员 紧急将狗狗送医治疗 因为搬家恶意欺养宠物 只能说这样的四主 真的很狠心 记忆叫我吴福燕 台中报道 搬家了却把狗儿给忘在现场 任它自生自灭 原来台中有一户人家搬家之后 把它们所养的一只母狗 还有出生一个多月的四只小幼犬 扔在外头丢弃 任凭它们喝雨水过活 被发现的时候全身长满了狮子 其中一只小幼犬更因此而死亡 邻居看不下去了 赶紧通报动物救援小组前来相助 才出生一个月的小狗狗 在鸡水里打滚 渴了就直接低头喝雨水 全身湿透脏细细不说 仔细看还长满虫 不只这只 旁边另一只同伴也是如此 你看他的腋下都是必死啦 他这脚也是 你看他这只蛋 也摸掉了 你这咬那么多年要来迎你 小狗狗可怜模样 所有人都看不下去 好端端烙得如此下场 全一位遭到主人弃养 请问有人在吗 主人在灶门已经没人力 从门缝往里头瞧更惊人 家具能搬的也全搬光 邻居说原本这里住着一户 正姓人家跟饲养的一只母狗 一个月前母狗生下这四只幼犬 只是没多久 这家人突然无预警的搬家 却没把爱犬一边带走 反倒丢弃门外 由于最近经常午后雷震宇 母狗跟四个孩子没东西吃 还被淋浴 其中一只幼犬不敌恶劣环境 没了命 找上房东 房东同样无奈说 这家人还急欠房租 他也急着找人 狗主人搬家弃养 爱狗人士紧急出面 先将狗狗安置 还要找出如此不负责任的狗主人 一旦属实将可开罚 七万五千元 东西新闻夜宏杰台中报道 台中市有一家人呢 他们全家搬到新竹了 然后把养的一只母狗 还有出生一个月的四只小狗 给丢掉 让他们就自生自灭 差点被大鱼给呛死了 动保团体赶快去救狗狗 事实上呢 根据法规 那么主人随意的把动物给弃养 最高可以罚七万块 来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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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后咬到我的手 过来 来 这边来 可怜母狗带着仅存的幼犬 相依为命 被丢弃一个多月以来 全身长满跳蚤 还有严重的皮肤病 一条幼犬已经不幸死亡 其他的狗狗也奄奄一席 看他们整个都是 全身都是 也有皮肤病 然后全身都是虫虫啦 搞得整个脏兮兮的 这个要赶快带去动物医院处理啦 一户人家 举驾从台中搬到了新竹 把原本饲养的母犬 还有四条刚出生的幼犬 全都丢在户外 让他们自生自灭 一场的大雨淹起水来 让这五条小狗差点灭点 像刚才下大雨嘛 附近的民居讲说 那小狗就在那边哭啊 叫得很大声这样子 干干叫干干叫 为了生存 虚弱的母狗 还是得天天出外减食 养活四条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幼犬 但其中一条小狗 因为染病 还是回天法术 还好有动保团体的抢救 其他小狗免于生命的威胁 而事实上根据动保法的规定 四组随意弃制动物的话 最高占被处以七万五的罚还 到底是怎样的狠心四组 搬家把狗直接丢掉呢 让母狗带小狗在外流浪 中文新闻陈广瑞台中报导 小狗养活 中文新闻 中文新闻 对 云南 中文新闻 中文新闻 陈广瑞